请继续收看 创意理财竟在运通 今天短线再度的一个走高 不许要如何迎接未来万点行情的 把本节目的一个三十分钟内容看完 对你的操作一定有所正面的帮助 刚才导播好像把片头的一个音乐放错了 没有关系 节目的主轴从现在开始 这盘好不好赚 亲爱的朋友 今天台股最高来到9168了 还是垫高啦 还是顶高啦 你可以看到多方式 当然是做多比较有胜算啦 难道是做空比较会赚钱吗 比如说你自己脚头去想一下你就知道嘛 如果大盘指数 从8000来到8600来到现在9168嘛 指数一路往上走高 看回不回嘛 那既然是看回不回 往上走高格局 是不是顺势做多比较有胜算 放空避嫌 你觉得胜算机率比较大吗 当然台股1000多档股票啦 在一个台股涨势的过程当中 当然有一些弱势股 它是往下做修正的嘛 是不是 但是行情的一个架构 它是往上的 你要做什么股票 才会符合目前的趋势 你的操作难度会比较低 比较容易赚到可观财务 那当然是 从低档区 沿路的跟我们一起 作战上来 逢低买 这个策略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改变啦 所以 行情的一个脉络其实不会太难 难在头没有很多人不太敢出手 认为说 8000涨到8600 那现在又涨到9168点 你会担心指数好像涨了1000多点 很高 很高吗 我说过啊 如果你会卖股票 没有所谓高跟低的问题 如果你不会卖股票 纵使现在大门数在7000点 你一样是输家啦 因为你只会买不停嘛 那股票上去 不会停利 有什么用呢 但是如果你是一位 费卖股票的投资者 不管大盘在什么位阶 不管大盘将来哪一天会回档 你先大盘回档 之前先卖股票 你就会全身而退嘛 这是一个重点 不要因为大盘指数涨了 1100多点 你就认为涨很高 所以接下来万点 行情你不想去掌握 难道只会涨到1万点吗 你看一下美国盘的一个走势 它走到528 科技股耶 你怎么知道它会涨到528 从这个低档区 4209点啊 道琴卫宅也涨了1000点啊 道琴的一个架构也是一样啊 1862耶 冲下率也新高耶 你怎么知道它会涨那么高 所以当时候如果在低档区 它是1万5左右嘛 那你涨到1万6 1万7会很高吗 现在来看 1862耶 1万8耶 那整一个道琴的一个架构 我觉得都已经跟你讲过了嘛 从高点1862 2468 1012 13天嘛 刚好13天转折又向上 所以我认为1862 不会是高点啊 因为它之前高姿态整理啊 高姿态整理 如果形态突破 又刚好符合转折的一个时间波 那它的力道就不会太弱 所以整个道琴呢 我认为1862也会过 所以不要去拆那个高点 然后让自己绑手绑脚 有什么用呢 航程如果没有走完 你就大胆的跟我们逢低来承接 这盘一个长线架构 我已经看过了 万点不是梦啊 短线的一个回档 要不要进场 我之前不是告诉过你吗 台湾股市目前没有大幅度修正的危机 我讲的话 也有没有讲对 所以短线的一个架构 我会有没有帮你规划很清楚 长线当然会看到万点以上嘛 那短线呢 既然台股不会有大幅度修正的危机 短线急杀就买了 不要想说等大幅度拉回修正 你才要进场 它就是不拉回那么深啊 是不是 很多同学想说 等它跌个几百点 看能不能跌到八千六 甚至跌到八千点再来买 如果台股会跌到八千点 你就不用买了啦 你就要开始做避险空单了啦 任人反弹站在卖帮啦 但现在不是啊 对 没有大幅度修正的危机 所以短线跌下来就要买嘛 这根黑鸡棒盘中跌了九十几点啊 这根长线是跌九十二点啊 上礼拜三 盘中跌了一百二十点啊 我说急杀就买 我是这么说的 我不是跟你事后放炮啊 每天你锁定我这个半个钟头的节目 难道没有价值吗 所以至少我们对大盘的看法 是帮助到头庙每天的一个操作以及规划 是不是这么说 所以上礼拜三当然是很重要啊 上礼拜三这个位置 我说可以买强硕没有错吧 买了之后至少有十%嘛 那这几天我强硕一直告诉你 两百块钱是关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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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提醒你了几天 至少两天嘛 今天想说呢 他有没有办法站上两百嘛 你现在看到他没办法 盘中 你知不知道 两百没有站上去要卖 七百块钱是没有 我的提醒 我的用意 对你的操作到底有没有帮助 如果讲那么清楚了 你都还不会动作 你还是不会卖股票 我真的希望你好好保卫一下 我这是提供给你短期进修版 我要送你一本超版新法 我这本超版新法 勿操所持 彩色金装版 里面的内容很丰富 不是黑白讲义 这是我下的重本 好不容易印出来这本超版新法 那把这本新法带回去 边操作来边跟我学啦 赚钱多多行情 不会太难 难在于你如果把一生的本领 提高到一个一个超版 分析师的一个水准嘛 否则到时候我哪天 没有上电视的 你要靠自己耶 你要单面作战耶 你没有一生本领在身上 如果打败市场上大多数的一个输家 是不是 所以对于享受的一个架构 我这几天耳提面命 200是关键架 你有没有听进去 所以我这几天一直在观察 享受200到底有没有办法站上去嘛 有办法站稳200 还会再走一波 没有办法站稳200他会下来做修正 很清楚一个答案啦 所以对于享受整个架构 什么是大波段行情的规划 当时候从140附近开始买的嘛 150也可以买啊 那这边 这边的转折位置 我们一样带会员进场 因为会员有先来后到 我看的是未来这场股价 到底 不管是对于旧会员 还是新会员 给予他们什么样的建议 会得到一个正面效果吗 我看的是未来 不是看过去啊 我如果一直在怀念过去 那想说 我是不是每次都要告诉新会员 等140再买 大半数等8000年再进场 你会上市了很多次赚钱的机会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的眼光是看得比较远的 基本面的一个分析 对你的操作当然有关系 谁说基本面不重要 基本面是你的平安符啊 我不会去拼那些投机股 地雷股啊 纵使他每天涨停板 跟我的会员一点关系都没有 投机股 地雷股 对我而言 就是高风险的标的 一旦买错 卖不掉 一路跌停板 你的整个一个资产 可能化为乌游 我们看了太多人 这样的惨痛经验嘛 所以谨守分寸 价值性投资概念的节目内容 所提供的 都是党党的机会性的股票 我才会带你买啊 你自己看一下 翔硕 当初四月份 长龙吞吃攻击开始买 这是很简单的技术分析的一个操作建议啊 在我的一个超盘心法里面 一样会给你带到 好不好 回去看 内容很丰富 而且我把它简单化 我不是把理论复杂化 理论复杂化 不可能一本书就可以写完 二十年经验一本书就写完 那个理论很深很广 但是写那些太多理论没有用 要把理论浓缩成精华板 让你一看就懂 一看就会用 那才是一个重点 所以翔硕的一个基本面 当初股价在低档区啊 最近134啊 我说140以下一定买得到啊 下半年会开始出货 4月份跟你预告 下半年会开始出货嘛 所以呢 张股票当初在低档区 有止连讯到才做买进的动作 没有错吧 134啊 那现在是不是已经在反应下半年了 从134涨到204 高低点70块钱 高低点70块钱 你来跟我操作 至少有70块钱吧 因为我们做了几次的波段的操作 所以整个强硕呢 10月22号 134啊 5月13号 从这边打下来第二只脚嘛 基本面好 筹码又干净的强硕 当然还是可以进场啊 132.5是当天的低点嘛 当天140以下一定买得到啊 136保证一定成交 5月23号 常用攻击的 我还在加码 这里之前看到我们的一个动作嘛 那142加码完之后 上去之后回档 只跌啦 跌下来哦 6月份 151还可以买啊 买完之后7月份 告诉你160反压 所以这边都是我的卖点 我就卖啊 按照技术分析所给你的建议 没办法过压 就卖 就像这次的一个享受 没办法站稳200就卖 我讲的够清楚了 只是从这边说 你也没有吸收进去而已啦 所以7月13号一享受 160要卖啊 该卖我会卖啊 对我们不怕让你知道我们的卖点嘛 那160卖掉之后整理个几天嘛 对整理个几天它就往上突破啊 而且带量强制表态过反压嘛 那过反压情况之下 160变成支撑了嘛 那既然变成支撑 7月26号 该接回就接回 168还是可以买啊 虽然我卖在160嘛 高了8块钱还是买 因为它会涨 所以量价结构 或是形态面的一个转折 我们在擦版心法 一样会给你带到 所以我才邀请你来边赚边学 学了一门高深的功夫 你就不用那么辛苦 每天看那么多头顾分析师的节目 因为你会乱掉 你不晓得哪一个分析师 讲的才准的嘛 我有提升自己 你才有办法判别 到底哪一个分析师 他讲的是真的是在帮助你 而不是在害你嘛 是不是 所以7月26号来享受 168还是要进场 有没有对嘛 既然看未来 它有没有涨嘛 有没有从168涨到184.5 182我挺立卖出 在上礼拜二嘛 卖掉之后 上礼拜三盘中是不是跌了120点 我说当天给你的策略很简单 一档机会性的股票 如果它产生绝对的抗跌性 那就是你布局的一个标的 翔硕基本面OK啊 礼拜三是不是强势抗跌 那该结尾就结尾啊 结尾在176嘛 所以你看到翔硕基期比较高了 我的动作 手脚就很快 18而卖 隔天176结尾啊 当天大盘盘中跌了120点嘛 急杀 买强势信用旗友股啊 这礼拜三的动作啊 礼拜四亮灯198.5 买个是张花了176万 两天的时间22万 很快吧 所以这个行情 当然是多方式啊 多方式才有办法 我今天买完之后 隔天亮灯掌听板啊 我不是当天掌听板 才拿出来炫耀 这两个掌听板是我们的 我的节目内容 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有价值的资讯 需要你细心去品尝 你不要随便去凑热闹 好不好 所以整个人想说呢 在礼拜四掌听板以前 礼拜三 先利用大盘击杀嘛 先跟我卡位嘛 这样不是22块吗 所以同朋友 我希望你看我节目都赚钱啊 从140以下 150 对168 182 每一次的买点 你有跟上乱合一趟 利用探紧啊 因为上礼拜是来到198.5啊 创新高嘛 所以呢 任何低档 想说你有买的 你应该有赚钱 就怕 你都没有出手 对 我分析一档股票分析了那么久 它的基本面 有没有反应在股价身上 这就是选股的功利嘛 那我分析了那么久 如果想说这一档股票 你没有赚到钱 代表你都没有行动 没有行动力 就是做梦而已嘛 做梦对你的操作有实质的帮助吗 所以呢 希望多头行情还没有结束以前 万点行情还没有到老以前 你跟我并肩作战 所提供给你短期进修班 边赚边学啦 哪儿哪坦哪坦哪儿啦 知道不 所以整个享受 在礼拜五最高来到201嘛 我说200是关键 200是关键 礼拜五讲一次 昨天礼拜再讲一次 200是关键 200站稳 享受再走一波 200没办法站稳 享受会回档做修正 你有没有听进去 我这里就是看享受200 到底有没有办法站稳吗 整个享受今天最高204 204 洗高之后 出量之后 它的表现 产生一个反转讯号 什么样反转讯号 它的量价 不对称 今天 9点38分 你有没有办法看出来 9点38分的享受 今天虽然最高204 今天有出量 9点38分的一个享受 当时的量已经1000多张了 昨天的量 931张 今天出量 如果攻击往上走高 OK 享受留下来 但是它出量往下 所以量价不对称 200 没办法站稳 199付近买 9点38分告诉会员 你自己看一下 经过8分钟 9点46分享受的股价几块钱 199 你去对时对价 199保证一定成交 你去看那个价格 当时候我告诉会员 要卖掉享受的同时呢 这边呢 大概都在199啊 200附近啊 有没有 一定卖得掉啊 9点38分发给会员的讯息嘛 你注意看 200没办法站稳嘛 因为出量嘛 没办法站稳那就卖啊 只要量价不对称嘛 所以199保证一定成交 你看到10点多 还有199让你卖 如果你都不行动 你还在等 还在看 看看看 看看到股票就下来了 今天最低18亿啊 会不会卖差很多 是不是差很多 199卖 今天最低点18亿 差了18块钱 你有能力买10张的 等于差了18万而已 所以对我们的一个操作 你们看到我们带劲有没有带出 这不是出一支锤 事后放炮啊 单股票来说 随便讲一讲 我们高点有卖 富贵一定来 不是 我为什么要把会员的讯息 拿出来跟你对此对家 这就是一个操作股票的流程嘛 什么价位买的 时间让你知道 什么价位卖的 时间也让你知道 这就是会员的绩效 所以整个一个享受 今天200没办法站稳199卖 就卖啊 不卖 181耶 所以呢 翔硕从低档区的 沿路的操作到今天 工程升退啊 工程升退啊 所以对于未来行情 该如何掌握 希望我每一档股票 不管像翔硕这种 踏波段一个操作的个股 你都可以同步来掌握 今天所提供给你的短期进修班 既然是短期 为了就是降低档区的负担啊 因为之前有很多观众来反应 所以我订一年的一个不二价 价格有点偏高 那我就缩短会期嘛 价格缩短嘛 提供给你最好的进修方式 拿到操盘心法 我送给你的 配合着我的口讯 边赚边学 你的财务一定有办法增加 记得好把握一下 就这样 再回到今天现场 遇阵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巴菲特 巴菲特 任他投顾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新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最大端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蔡老师脸书社团成立了哦 不能说的秘密 好康的资讯都在里面 立即上FB加入 或扫描QR Code 咨询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阿菲特 阿菲特 运达投顾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信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搜索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感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运气 Choose your own life 额排气密窗 音乐 欢迎回到节目的一个现场 第二阶段时间马上开始来看一下盘 有没有太大变化 目前来看大盘事物在平板附近游走 小涨11点乘量700多亿 所以预估量人大概800多亿 800亿左右 所以这个盘大概就是成交量 维持在1000亿以下 台股现在是一个潜跌 又量人不计理市场 这已经成为事实了 所以不用再去抱怨什么 好不好 抱怨以前的一个政策没有用 如何面对目前盘的一个量价结构 帮你规划出一个比较漂亮的行情 那比较重要 所以这个盘还会再涨 今天来到9168 如同我的预测嘛 箱形整理完之后它会定高 6月份行情也是这样 箱形整理完之后是不是冲高 所以我在上礼拜也跟你讲过 箱形整理完之后它会冲高 一样是定高往上走高 那配合着美国盘的一个表现还不错 看一下道琼你知道吗 从1862这样下来高姿态整理13天 它转折向上 棒了 我只能说配合着太漂亮了 不管未来会不会升息 道琼就是要再走高 所以不管将来台股怎么震荡 它还是要走高 还是要上攻万点 因为筹码太稳定了啊 这是你要掌握的一个趋势 所以你看到在短时间 你可以创造出很漂亮的绩效 就是因为这个盘是多头 至于这张股票 123456 6月交易日将近25% 垂手可得利润 我不晓得童谬你没有用心去选股 这张股票 在脸书社团嘛 我们在7月29号 给你带到 给你po上去 所以你有上我脸书的 应该会得到有价值资讯啦 这个就是本人我嘛 加勁投资的脸书社团的首页 看到这个就是我的一个社团 当时候7月29号 不管是制宜还是网家 都是一个很漂亮的进场时机点 因为形态转折浮现了嘛 浮现买点就进场 不要等 等涨了一大段 难道这两天一个质疑你才要进去吗 会不会太晚了 所以你看到7月29号 当初所提供给我们脸书社团 一个社团的分析 盘后分析 29号 其中一档是网家 那另外一档呢 来看一下 就是3596的制宜嘛 当年po上去贴文的就只有两档股票 制宜 跟网家 那从729号到今天为止 两档股票多当会赚钱 729号的家 制宜现在在这边 804的网家 729号在这边 现在在这边 你第一个时间点有跟的 你会得到漂亮的结果 好不好 所以整个操作面 我们在制宜 上礼拜五 68点是已经卖了吗 没有错吧 那这礼拜 因为新会员有人持有 制宜 一样68点我卖 这我们这两天的动作 上礼拜五 上礼拜一嘛 冲高的制宜 要会卖啊 68点我要会卖啊 这样26%啊 对 你不卖的情况之下 整个制宜呢 今天最低多少 62.2 62.2 我们在昨天礼拜 告诉新会员 68.5还是要卖 有没有看到 新会员持有的 赶快卖 我知道你们喜欢看我 节目买我的股票 不管你买在什么价位 该出场就出场 上礼拜五 68点是就卖的嘛 那新会员68.5就卖啊 你不卖今天62.2 买个四张 差了六万块 买个一百张 差了六十万耶 账目不要 你有没有办法买一百张 八九千张啦 相信我们给予会员的操作经理 是达到一个安全获利下沉的结果嘛 就要让今天一个享受啊 卖在199 原因里有你刚才都看到了嘛 我在前几天已经告诉过你了 两百是关键啦 出量两百没办法站稳 199该卖就卖 你如果没有跟着卖的 今天最低来到181啊 差了18块钱啊 所以如何掌握每档各股的买卖点 希望这次所推出的短期进修班 你编撰来编我 跟我学习啊 把我的一个精华 学在你的身上 相信未来 不管你面对台股怎么样架构 你都可以全身而退 因为不会带进 也会带出嘛 如何提升自己 超完新吧 这本书会送给你啦 里面的内容相当丰厚 加上我的抠讯 这个短期进修班 当然是为了降低投票你的负担啊 在短期之内 提升你自己一个专业素养 相信未来台股行情 你都可以缭络指掌 希望自己好好把握一下 里面同学在位 本投公司与所推荐飞机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这些小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 巴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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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新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税下转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蔡老师 蔡老师的脸书社团成立了哦 不能说的秘密 好康的资讯都在里面 立即上FB加入 或扫描QR Code 资讯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巴菲特 巴菲特 运较投资 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 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新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苏家转线 名额2781-0909 2781-0909 北都TypeNet 超值优惠双小号 新时代光线标网 加数位有限电视 平均月付真的只要690 加一年 再送数位有限电视